各位好 我们来看范例二 阿妮坐在橘子树下看物理课本 很认真 突然有一个橘子掉落 打到她的头上 因为太痛了 她发出尖叫声 阿妮想说这个橘子应该是很重吧 才会打到头这么痛 于是她拿去秤发现 橘子只有200克重而已啊 那怎么会打到这么痛呢 这样子 所以 到底是为什么橘子这么轻 却可以造成这么大的力 这个其实就是可以用我们的 动量和力的关系来分析 就是我们这一个公式 这个公式 那这个公式里面的时间啊 我们如果把它乘到等号的左边 我们就会得到力 然后乘上时间 就会等于动量的变化 那如果今天动量的变化是固定的 例如说 同一个物体 从相同的高度掉落 比如说橘子 如果有两颗一样的橘子 那从同样的高度掉落 那一个是掉到了水泥地 那一个是掉到了草地 那哪一个橘子会受到比较大的力呢 你可能会说 诶 不是从相同的高度 相同的橘子吗 那怎么会有可能会受到不一样的力 其实这的确就是会受到不一样的力 因为呢 相同的物体 然后从相同的高度掉落 它其实速度变化一样 动量的变化一样 但不代表说它的力会是一样 因为其实力还要关乎于作用时间 这也是常常新闻报导 从高的地方有东西掉下来 砸到地上 然后新闻常常会说 从高度和物体的重量 就可以说撞击力了 其实呢 还要考虑缓冲时间 还要考虑缓冲时间 如果说动量变化是固定 就是说 从相同的高度砸到地上 然后停下来 那时间如果越短 力量就会越大 那时间如果越长 缓冲时间越长 那力量就会越小 这就是安全气囊的原理 就是要有一点 拉长这个减速的时间 所以这个 回到这一题 阿尼为什么会被这个200克重的橘子 砸得那么痛呢 其实要考虑接触时间 所以第一小题他想要问的是 从橘子撞击到头到橘子停止 那橘子的动量变化为何 好那我们来看下 动量变化我们就直接写DeltaP 那DeltaP就是后来的动量减掉原来的动量 那这边要注意一点是 动量是有方向的 动量是质量乘速度吧 所以他有方向 那 题目已向上为正 已向上为正 所以 后来是停下来 所以是零 可是原来的话是Mv Mv 可是V是向下的 对不对 所以这也是-V才对 -V 好 其实直接带数字好了 直接带数字 Mv出 这样子 然后带数字的话就会是 0 去减掉200克 200克就是0.2公斤 然后乘上这个V出 可是这个V出要怎么算呢 其实是可以 题目给另外一个提示 就是1.8公尺 还有重力加速度的局势是10 还记得吗 我们有一个公式 V平方等于V0平方 加2As S 好 那我们今天从数上掉下来 初速度是0 所以重力加速度G S是1.8公尺 那G是10 G是10 所以这里乘起来就会是36 所以也就是说 墨数呢 会是36 会是6 可是他是向下 向下 他以向上为正的话 向下就要变成负 所以咧 我们就可以写成 0 0 减掉 0.2 然后乘上 -6 所以结果是 结果是 1.2 1.2 单位呢 单位呢 单位是 动量的单位 也就是 直量乘速度 直量单位乘速度 单位 好 那这就是第一小题的答案 那第二小题 请画出阿尼跟橘子 橘子跟阿尼头部接触过程中的受力图 他指的是橘子的受力 那阿尼大概是长这样吧 好 这个是阿尼的头 画下来一点 画一下一点 因为旁边会挡到 那再画个橘子 橘子砸到阿尼 好 这样子 那 橘子受哪些力呢 橘子受到阿尼头上 对 给他的力 那这样才会减速 可是不是只有受这个力 不是只有受这个力 还要受到一个向下的地心引力 不要忘记橘子还有地心引力 受到地心引力 好 这就是第二题的答案 那再来第三题是想要 要计算呢 阿尼头顶给橘子的平均冲力 好 那这个地方要特别注意哦 好 因为第三题 我们要看他到底是要问哪一个力 因为今天橘子受到两个力 头顶对橘子的力 头顶对橘子的力 还有地球对橘子的引力 还是说题目问的是两个的合力 这就要看清楚 今天他要求的是 今天他要求的是头顶对橘子的冲力 平均冲力 所以就是求我们这个F 求我们这个F 好 那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 我们的力造成动量变化这件事情来算 利用我们力造成动量变化这件事情来算 或是由题目给的提示 好 我们可以这样算 我记得哦 牛顿第二运动定律的力 都是指合力哦 所以题目给的这个式子 合力是动量随时间的变化率 这也是要带入合力的 可是今天呢 题目并不是要问合力哦 题目他要问的是 是这个头顶对橘子的力 头顶对橘子的力其实 其实是要写成这样 向上的F嘛 然后再加上向下的NG 向下就要写成负的 然后才会等于动量变化出于时间 那时间有给哦 时间 刚刚我们有稍微提到 其实力的大小还跟缓冲时间有关 那题目有给我们时间哦 0.1秒 所以我们就可以这样算 所以合力其实是12牛顿哦 12牛顿 但是呢 我们所想要求出来的是 红色的F 这个头顶对橘子的力 它其实会是 经过一项嘛 它就会是12牛顿再加NG 那M是多少 0.2公克 G呢 10 所以这样算出来答案 第三题答案是14 14牛顿 那14牛顿是 这个NG的几倍 NG是2 NG是2 所以14牛顿会是 所以14牛顿会是 NG的7倍啊 所以虽然是0.2公斤的橘子哦 但是砸下去 却会比橘子的重量重7倍的力哦 这个是因为 它的高度也有关系 然后更重要的是它的接触时间 接触时间短 缓冲时间短 那平均力就大 那这也是像这个高空弹跳 举例高空弹跳 高空弹跳 从相同的高度 跳下相同的距离 那 那如果缓冲的时间太短 缓冲时间太短 就很容易受伤嘛 因为高空弹跳 那个 你如果没有 足够的缓冲时间 那就跟直接跳下去 几乎没有什么两样 好 所以从高空弹跳的例子 其实也可以感受得出来 同样的动量变化 但是呢 缓冲时间不一样 结果例就会不一样 好 这就是这一题 谢谢